Hello 大家好,今天繼續玩這個冒險起源 今次回來打這個道館 第一個道館,因為之前我的帳戶不見了,所以要重新打過 現在我的陣容就是這樣的 這些啦 非常普通啦 其實厲害的可能是沙奈朵和比加超 我想這個道館應該是用比加超打比較好 因為他是飛人 好,那馬上可以開波了 怎麼了? 可以打嗎? 體力不足 幸好我有 OK,來了 立刻打阿束 作為飛人體的道館,他的重也很厲害 因為我打過一次 這一關最重要就是有雷重 雷重 好 這裡我們先用電磁波 用了電磁波之後再用電球去打他 比較上這個道館比較推薦就是用比加超過關 全部怪都用電磁波之後再用電球 基本上一下就死了 或者按下去還沒開加速 好,你看到一隻打五百 其實這樣一車可能都死了 不過我們要穩陣一點 立刻麻痺了先 穩陣一點 回升這些輕輕鬆鬆打不贏 這樣基本上可以做到穩定 超過二百的傷害 其實這個道館也挺容易打的 其實這個道館 因為他送了比加超 而且第一關也是飛人體 又可以屈這個雷打他 對 理論上全部都死了 或者我現在試試不用麻痺 就這樣載下去看看多少 我這隻 這隻都可以的 就這樣電球 很大機會都去到這裡 喔,死了 非常好 好 其實可能就這樣載下去都死了 這隻應該未必 嘩,電光石火了 他用 啊,這隻差一點 啊,等一下用錯技 不要緊 因為只差一隻而已 只差一隻沒什麼可能會輸 好 嗯 那順事鳥還有一隻 輕鬆打這個道館 搞定 其實巨女作為最後一隻 重也比較廢 搞定了 那就 完成了這個道館 輕輕鬆鬆啦 好 飛翼廢將 喔,飛翼廢將 可以挑戰道館管主 蘇檔 啊 喔,挑戰 按 沒有影響 蘇檔 挑戰 OK 今晚開了這個商店了 那我們可以繼續走 看看 看看 去吉緊市的商店 好了 其實都算幾易打的 頭的道館 對了,有彈機 好 我想這裡呢 就可以用到這個沙內島 沙內島是升到很高的 升到很高的 這個品質 因為我現在這隻沙內島就 咦 立刻就要打了 現在可以介紹一下沙內島 怎樣配技法 我自己的配技 當然就不是說非常厲害 但是 作為一開始我覺得都很夠用 那對面一來就是那隻的奇惡仔 我立刻冥上 我自己的配技就是 冥想 一會給大家看 冥想 吸抽之吻 奇遇 還有念力 基本上冥想就是用來加 特攻特防 非常之有用 你看到對方用泡沫光線的話 你就可以不斷用 因為他沒有多黑我 有的 他有多黑我 但是他沒有用 你不知道沒有何 他有招鋼爪的 這個企業 你看到他不用 那你就可以屈 屈冥想 至少開四下以上 這樣的話 按什麼技都會死 對了 基本上300技 不成問題 這些技我完全是 好 鬼斯通一樣 超能力 我可以黑住他的 超能力 他特集都不同 因為鬼斯通的話 他是特攻重 特集就是物攻技能 這隻也是超能力 這個就用隨便一招 這招 剛剛好打死了 結實 電光沒什麼問題 因為開了這個 加五特防 所以就不會統低去哪裡 扭拉就用這招 吸收之文 對 對 理論上這裡 如果有沙內朵 的話 開始就比較 輕鬆一點 我自己覺得 會輕鬆一點 好 完成了 那就 可以走了 都比較容易打的 這個道冠 不是這個 就是有沙內朵之後 這是什麼 消融 捕捉什麼 捕捉滿力 要捕捉滿力 要捕捉滿力 在這裡 好 這樣按手數 哇很多人在這裡 欸有了已經 這樣的話要換重 因為我兩招都打得痛 所以要換成比較 沒有那麼痛 就是猛火喉 猛火喉打應該不死的 這隻滿力 火車應該不死 對 96 偷渣地球 不知道能不能捕捉到 40血 欸行了行了行了 非常快的手 搞定 好 原來我自己有一隻 決定了 好 現在又可以繼續走 繼續去那個劇情 那就是這個右手 變了火子兵團套 好 就好 這裏的話 有些麻煩 就是它有可能會有垃圾射擊 所以呢 我們走一走好像可以穩陣 一點 這裡 走一走會穩陣一點 我們用 噢 糟糕了 好多重到鏡 要是換了比卡超先 因為他很大機會有垃圾射擊 泥巴炸彈,那就不怕了,電磁波先來 泥巴炸彈很痛 好了,這裡秒了 因為比加超這裡最好就是用電球和麻痺粉 就是這個電磁波,用這個combo去打,基本上很多都會死 這隻也很大機會會死,地磁波,電球應該也會死 屈自爆死了,比加超應該 真的死了 第二話出了沙拉拉 我們用冥水一下,不過他不要自爆 烏泥攻擊,烏泥攻擊超痛,因為妖精是沙拉拉 這個都照樣用超人力 再用超人力 好了,只有兩顆聖,但不要緊,應該沒什麼特別的 還有另一個要打 火箭隊流羅 好,那阿帕蛇就沒什麼問題了,應該是阿帕蛇 先用冥想 沒事沒事 好,一下應該都很夠做的,射一下 打到毒系裡,他那整個...哎呀,川山樹 冥想一下先 因為不是毒系,我沒有克制住他 噢,扣了超多,神經病 再用吸收 這裡用超人力 這個風消息 弱,滅,如果他這一堆毒系的話 呢,沙拉拉大基本上就可以挖死他了 所以沙拉拉大在第一個道館 就開始有的話,日後應該都會比較先好 些個會... 比較想輕鬆一點不會太煩 OK 搞定 已經27L了 那就可以繼續走 繼續打這個訓練家 這個有機會是格鬥系 格鬥系的話就更加好 我想開一下都夠了 打超少因為他是格鬥系 打我就...理論上就應該減了半 甚至是減了四分之一 我忘記妖精這個屬性是怎樣 大超人力就減半了 妖精忘記了就減半 因為妖精都是黑著格鬥系的 這些就很容易打的 最重要就是大家記得升高一點的level 還有盡可能把沙拉朵升高一點的品質 升高一點的品質 你看到我的沙拉朵是藍色的 是綠色加1這裡再高一級的品質 對了 是有點麻煩的升 要掃蕩那些訓練家拿些材料去升 但是如果你升了之後 基本上這條路就... 沒有什麼可能會輸的 沒有什麼可能會輸 非常簡單 好 這隻小拳石也有點難搞的 其實小拳石 不過... 還是可以靠冥想去通過 我想... 開兩... 或者開一下也夠了 試一下吧 開一下也夠了 已經 因為小拳石的特防比較低 沙拉朵的特攻高 所以就很容易一下就爆炸了對面 吸收吧 對啦 這隻就打不到了 因為一級不夠...不夠痛 這個特攻方面不夠...不夠多 好...都是小拳石啦 又是可以一路吸收啦 如果它是用龍龍岩的 我就要開多一下冥想啦 好 好 主要這個冥想流的沙拉朵 我想... 打... 訓練... 即是打這個AI的時候都有用的 打訓練家不知道有沒有用 因為我沒有試過的 對啦 據我所知 這隻遊戲如果想打訓練家 是要過了... 過了四天王 還是八個道館之後 即是總之要後一點點才行的 暫時說第一個道館的話 應該不能這麼快先打 好 我們已經成功又滅了他們一隊 差不多 大銀蛇這也是啦 比較上是物防比較重的 對啦 那個的比例 好...所以一個特攻打下去呢 大銀蛇基本上都頂不住的啦 對啦 基於說他六隻都是 防禦高但防禦低的精靈 對啦 有時候這些精靈的... 好... 精靈的弱點呢都可以記一記 好... 那巨金掛可以說是完全克制住沙內島 但是不要緊啦 嘩... 好痛啊 不要緊我們可以一路吸收下去 開兩下應該夠吸收的 八十一刀...都有的 都可以慢慢磨死他 地磁飄浮 沒有什麼用的 這招技 理論上這招地磁飄浮 用來擋一些地震 但是我沒有用地震 所以不關我的事 吸死他 差D啊 好可惜 這樣就要再打 因為他會用子彈拳打死我 好 地鼠就OK的 地鼠就沒問題 因為... 地鼠就... 都是啦 地鼠就低防 低血 低特防 那些都是 所以就比較好打的 三地鼠一樣 那突襲對我來說沒什麼用 因為我有妖精系的技能 妖精系的屬性 小池怪又難搞 一般都可以再開冥想 因為他那些是特攻流來的 小池怪 所以他怎麼打都... 不會痛 現在因為五級的特防 打一下 再吸他 對啦 吸了超多了 一一下 好 所以有時候要知道精靈的 種族直分佈 他的弱點都很有用 比如小池怪就是... 就是... 大部分都是特攻的技能 所以如果就算他有降技 克制著沙內朵 只要你的特防 變化夠多 即是這個特防加3之後 都可以硬砍過去打贏 好 鏡桿射擊這些就... 打不中就沒什麼問題 所以這條路我是可以用沙內朵 全部拿了三星的 這些分佈家 絕對不是難度 這些 好 打完這場應該是最後 因為已經不夠體力了 這場應該就是最後 打完這個洋子 好 這個就是小拳石 可以直接開到4級了就差不多了 3級 嘩 大禍 炸不死 不過很痛 1 2 4 這樣的話 下一關就一定要吸 不可以再用冥想 這些就要隨機應變了 這個應該滿了 對 滿了 這隻白俠就可以再開冥想一下 因為白俠打不死我 對 對 要看 開冥想的時機也是很重要的 還欠三隻重 應該全部都是岩石來的 那就是說 什麼小拳石啊 帶岩石那些 或者 這隻東西 應該這隻都可以殺 因為它是防高的 這隻 防高特防低的曼藤怪 這隻一樣 這隻都是防高特防低 誒 打不死奶 可能就因為開了兩級的冥想這麼少 一閒閒地冥想 我想開三下左右就秒天秒地了 除非 除非它那個半減了 真的弱點了 對 真的有抗性 簡單一點來說 好像剛才打鋼系那些 它有抗性就 可能要打兩下 但如果沒有抗性 理論上三下冥想就會死的了 好 搞定 那你沒有了 看你了 我們看看加列馬有什麼拿 這個經常都有些東西拿的 所以大家有事都要查一查 這個有什麼拿 現在抽東西可以抽到 那這些是在事獎勵 跟著這個就 徽章 可以配戴 那就配戴吧 那成就就可以拿了 那圖鴿沒什麼特別 背包沒特別 跟著要做的是 看一下背包 有時候這裡有個魚三加碎片 大家可以開 那選自己想要 我自己選水藥魚的 對 那這些都可以開完 然後就沒有了 那我們可以抽東西 那我自己就想要 第三世代的 古拉多那些 那些 我想要第三世代的古拉多 請假 我想要 請假 好 那之前我就抽過 第二世代的 傳說寵 就是巨鉗堂羅 櫻花魚 應該沒有特別 好 你看到上面沒有韓子 代表什麼都沒有中 蓮葉小童 這個就沒什麼用了 因為我已經抽過那隻 樂天河童 我抽了一隻樂天河童 所以就沒什麼用了 樂天河童 OK 這個沙內袋 700多戰鬥力 是現時最高 對 現時最高 然後我就 看看商店 看完商店 就完 這次 這些就有什麼用呢 看看 沒有什麼作用 哇 250個碎片都要合一個 蓋口卡 現在數量1 就是要多買250次 好 其實這些水晶都可以不用 不用怎麼用 如果真的要用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你是無課金的話 可以考慮買這個 或者買這個體力 使用到的或者購買體力 還有有時候 如果你真的想玩 就是 玩得久一點 可以用這個 金日美食 它有分一段時間 五點至七點 9點至11點 這段時間可以 登一登入 然後再拿一個 體力劑 就可以回一回體力 現在沒有體力就過不了了 你看你不足 就不會跟我戰鬥 除非我吃 那個 體力劑 好 然後其餘的 就沒有什麼特別了 這次的影片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繼續繼續劇情 拜拜 有問題都在下面留言 拜拜 拜拜